歡迎回到發達廣場的時間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都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是2804-6566或是傳電郵給我們 左學身邊的嘉賓仍然是要財證券的高級分析員直耀輝Stanley Stanley 你好 先解答一下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 有位姓王的家庭觀眾想問兩隻股份 分別是2601中國泰保和1299 郵邦保險 他說兩隻比一隻比較好 看到今天中國泰保的表現就升了五仙上來 去到23.7毫半 而1299 AIA 郵邦保險方面 今天下跌價跌了4毫去到23.6 兩隻股份雖然都是保險股 但業務方面針對的地區都蠻不同 兩隻來說你會選哪隻 基本上如果你要看泰保的話 其實業務集中在內地方面 而郵邦可以說是亞洲區方面 一個保險業界的龍頭 如果看兩者的表現上 泰保在之前公佈的第三角度的業績 其實表現是律德的增長 3.6% 而全年來的 基本上純利都有4.3%的升幅 而大家對內險股方面 看到表現上似乎不是差的 大致大家會明白到 如果內地股市做得頑皮的話 都變相令到這個板塊的投資收益 是會有減少的情況 而事實上大家看這段時間 都看到很多的大行 其實都開始到續續 都看好內險股 最大的原因是大家都會衝敬 內地起第四個股 可能投資市場 可能會做得比較好一點 但似乎現在的情況 我都覺得不太樂觀 在內地的保險業方面 競爭仍然相對比較大 你看到在個別的公司 就算你看到人壽、蘋果等 表現上都做得一般 所以如果在相比之下 我覺得有幫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至少有幫 其實在亞太吉的表現發展 都做得相當不錯 特別是在一些已經成熟的地區 其實看到它的增長仍然相當快 但只不過你看看短期的時間 其實大家都仍然有個比較 不是那麼明朗的因素 就是沒有公司可能會有減時的行動 所以如果你看看有幫的話 股價其實都算是比較反復 我股價方面由之前 最高的時間去過29.9 即那時業績大概公佈完之後 之後就已經不斷有個 跟隨大市有個比較明顯的下跌 最低的時間 跌到19.8毫的水平 現在現階的 現在回到23.6毫到這位置 在約23至24港島附近 就在增持 我都覺得如果未買貨 而想買貨的話 都可以先行等一等 你已經等到 因為已經過了10月31日 就是無公司禁售期的時間 所以可以先行等到 無公司可能減時的消息 公佈完之後 先載賣會比較安全 因為一日未有減時的行動的話 市場方面對股票也有個戒心 所以我都覺得不妨 先等到落實了 可能減持一些情況 再賣有幫會比較安全 好 麻煩你 這位家庭觀眾 可能耐心等待 何時無公司會減持有幫保險 另外繼續解答家庭觀眾的電油問題 有個Keef想問一下 中石油方面跌超過3% 跌3.2%至9.72% 中石花跌2.2%至7.3% 中海油方面跌3.8%至14.7% Keef想問現價能否買入中石油 他看到現價來說 中石油跌下來 現價能否買呢 看回中石油本身 其實就之前公佈的一個 不知的表現 基本上可以說是挺持平的 因為你看到他首三階道 其實都是多賺3% 但有個地方大家留意 就是他本身的煉油業務 虧損似乎是挺令人擔心的 因為看到他在首三階道方面 煉油業務 虧損似超過400億 反映到內地方面 這些煉油業務 應該是有機會 會遲遲出一個虧損 連帶會令到中石油的股值方面 其實都會受到一些影響 再加上看油價本身 你看到油價方面 這段時間可以比較反覆 大家都會比較關注 如果經濟增長會放慢的話 都連帶會令到油價方面 會令到價格可能會有機會下跌 再加上內地方面 其實都比較多一些 有關成本資料方面的調控 所以對中石油來說 其實就不太有利 所以股價方面 其實自從高位 11.8這些位置 回落後 基本上股價似乎沒有力再上 甚至乎 在圖表上的話 你會看到 在之前的時間 其實看到股價 去到大概10.5的位置 已經行人止步 即是不可以再算高位 反映整體上 走體上似乎有機會轉測 然後有機會起大約 即是接近這個環境 現在這個環境 介乎8.8的位置 以及接近10.2的位置 可能會先行有整固 所以這個環境要有整固 所以初步看 如果你想買的話 我都覺得可能先行人打震 有貨的話 比較少 因為形態上 其實突破不到10.5的位置 基本上都開始掉頭回落 而且現階段來計的話 近一點就能看到 現在現階段來計 基本上都開始考驗 大概50天線的支持 即96這個位置 所以你說在短期裏面 如果跌穿96的位置 可能有機會再試一些低位 所以你有貨的話 可能要先設置指設96這個位置 如果跌穿了的話 可能要先考慮指設 看到瑞信也發表了一份大行報告 說到中石油的第三季 依必按規持平 煉油業務持續虧損 預料第四季有關的虧損 將會是150億至200億人民幣 所以下降距2011至13年的盈利預測 1乘1至1乘3 目標價相應自11.5元 下條到10.5元 維持一個中性評級 另外解答完家庭觀眾的電郵問題之後 不如看看內地市 看到內地市越升越有 升幅擴大了 上升綜合指數升18點 去到2522點 護深300指數升27點 去到2769點 深淨城市方面 升138點 去到10719點 三大指數升幅 介乎0.7%至1.3% 剛才來講 看到內地市都是升幾點 稍為靠穩 現在來講 就升超過1% 稍後再和你看看內地市 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你好 這位觀眾 你好 掌聲 我想問 3360 現在這些位賣不可以 和波斯登 現在這些位賣不可以 你想短炒的是不是 好啊 現在看到遠東云訊方面 在5.8 5.8 見到跌超過1% 其實這隻股份來講 會否看到短炒 又是否適合 我好奇 為何家庭觀眾 有選這隻股份 是 是 這位觀眾 為何要考慮買這隻股份 這隻股份輸了錢 想找回報仇 想找回報仇 OK 好 就見到 之前8月的時候 見到他中期純利 曾經 生長有4.8 見不見到 如果想找回報仇的話 現價位置又是否適合 基本上你說 我先講一隻股份 本身見到他股價方面 其實暫時 初步看回的話 都是受制住50千錢的位置 所以初步看回的話 其實見到他 星期上大約5個 百合本的位置 附近 都好像沒有力氣塞上了 所以形勢上 我覺得可能有機會會有調整的壓力 而看回公司本身的業務 它是做一些內地方面的融資服務為主 但在這方面 其實見到公司在一些報道指出 在內地方面 公司都是有些走數的情況 所以變成你說 在現時 其實我覺得 我就不太建議 現在這個時間 再買你的股份 可能先等一等 還有我想 沒有停 心態上 都可能有些調整 雖然你說買了 可能輸了錢 但 他有一個 復習心態的話 可能會有機會 令到投資時的決定 可能會有些影響 所以我建議 可能都是千代一等 不需要太心急 這隻輸了錢 不要緊 下一隻 就不回就行了 另外 這位家庭觀眾想問 賣波斯登3998 現價2個1毫6 今天跌了一仙樂 見到收購女裝品牌 對波斯登的股毛又大不大呢 本身公司是之前做的御用服為主 現在變成 開逼多一條戰線的話 其實對公司的產品方面 都算是多元化 相對都算是比較有幫助 基本上 現在這段時間 都達到一個冬季 而在內地方面 都算是提出了來臨 所以變相 大家也會有一個憧憬 在一些御用服方面 可能銷量也有機會會上升 都連帶對公司都有些幫助 但在短期內 暫時見到 出貨在2.2這個位置 其實那個作力都不是小 所以如果真意之而沒有貨的話 都可能先等待 看看能否突破2.2這個位置 突破到之後 如果你是短口的話 追貨都可以考慮一下 好 麻煩了 要多謝何小姐的電話 這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個節回來 仍然都是發達廣場的時間 家庭觀眾 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都可以隨時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是2804-6566 下一節回來再和大家見面 大家見面了